走開 請坐 各位同心 各位學員 大家好 大家早安 今天是第三天的第一堂課 所以應該大家比較有精神 今天我要跟大家說的題目就是 要怎麼提高我們政治素養和領導人才的培育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民政府要訓練四千個 四千個以後都是領導人才 所以你們現在坐在這裡的人 將來都是會牽很多人 所以你就是要知道 你要怎麼做一個領導者 這很重要 這個政治素養 其實要說政治素養之前 我們先要了解什麼叫做政典 政典在以前的時候 剛才有人的時候沒有政典這兩年 要如果很多人之後 你就有一個社會 社會之後就變成有國家 國家變成全世界 世界就很多國家 但是你人越多 國家越多 你就有紛爭 這個紛爭要怎麼來改管 所以政典這兩年就走出來 所以政典就是說 來管理大家人的事情 但是政典 是要什麼人來做比較好 有兩種 一種是政客 一種是政典 一種是政典 但是你現在是怎樣 現在算是說走進這個 二十一世紀的時候 你不覺得全世界都在敗壞 人的心都不一樣 因為你很複雜 人這個就是複雜 你要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 你如果有人的時候 你就有一個家庭 家庭就有一個家法 你進入社會的時候 你就有一個團體的法 然後你又進到國家 他就國家 國法 你跟這個 這個世界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國際法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已經說到國際法來了 你們這三天好的 都是國際法 這個國際法 他就是在解決 國與國之間的問題 所以 我是覺得說 你如果了解這個 政治是在創什麼 其實政治不太複雜了 它是比較單純的一個東西 只是說 你是什麼人 你要怎麼處理 所以這個 政治的受用 和這個 德性很有關係 每一個人 你心中你認為說 要怎麼做比較好 每一個人的標準不一樣 如果 你如果說 你的標準 要比較接近真理 你一定 你這個人要對 你對 你對 就是說 你的壞事情 不能做太多 你如果壞事情 做太多 你會覺得說 可以投放東西 也沒什麼不對 反正 他很多錢 我也投放一個 也沒關係 這就是他的價值觀 不一樣 所以 我是覺得說 真理的東西 它是 心的衡量 但是你的心 是白在哪裡 很難說的 所以你要請 把你的心 放在這個 好的 方便去做 譬如說 你請去做善事 或是說你幫助別人 或是說你做 對你自己 又對別人 有意義的事情 你那個心 才會提高 你的心 如果不提高 你那個素養 不會出來 因為你看到的 你就是批評 或是看到的 都是不好的 所以你沒辦法 去知道好的 在哪裡 所以政治素養 跟你的德性 有關係 這個德性 品德 品性 這每一個人 你要怎麼去惡 有的人 是先天上 他就很善良 他看起來就很善良 他就是很幫助 或是說 他很喜歡付出 有的人 他見面就是壞的 他比較崇尚人性本惡 人性本善跟人性本惡 這都有人說 你如果說 你比較崇尚人性本惡 也不是說不能改 你也可以靠後天 後天的培養 譬如說 你覺得這個人 做的事情不錯 這樣就好 還是說這個事情 處理得不錯 也比較好 就是說 用於一種學習的心態 學習心態去 去學你周遭的事情 你也會改變你的後天條件 所以先天跟後天 它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三種人 一種是先知先覺 一種是後知後覺 一種是不知不覺 這三種人 就是在人裡面都有 你不可能說 欸 我阿姨一看也好 一看那裡好 上天都照顧他 都不照顧我 其實不是這樣 我感覺說 上天是公平的 你現在 你感覺說 我怎麼那麼多挫折 做這個也不對 做那個也不對 然後我都沒有貴人 是怎麼 他都有貴人 他遇到什麼都好的 為什麼有這樣兩種的差別 你該去想 是怎麼白白是人 但是才那樣不一樣 這是你該去想的 你不可以去怪白人 或是怪上天 說我為什麼要這樣 像說有時候 父母生四個孩子 老大老二很會念書 老三老四不會念書 第三第四個一定會埋怨父母 說你怎麼把我生成這樣 不要託子 或什麼都不會 他會埋怨父母 但是我覺得說 不要埋怨 因為 就算你生下來 你的條件很不好 你也是可以靠後天 因為 你有聽過一個故事嗎 龜兔賽跑 你買那個烏龜 他也是會 走到終點障 所以你如果條件比較不好 你也是可以慢慢爬 你慢慢學習 你要怎麼學習 學習就是你周遭的人事物 你覺得他不錯 我自己餓 你覺得說 譬如說 你今天來這裡上課 你上三天 你可以問你自己說 是人家叫你來上的 還是你自己要來上的 還是說 你不情願來上 但是就已經來這裡 就坐在這裡 心態是不一樣 但是你如果 換一個角度 把它翻過來 譬如說 你就已經坐在這裡 你就很歡喜的來上 那個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已經坐在這裡 你如果 很無情願坐在這裡上 也是三天過了 你就不能跌到什麼 但是你如果很高興去上 你聽到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白白那些人坐在這裡 我相信你聽到 你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因為 現在在聽的時候 你的腦袋 是空的 還是你在想事情 還是你很煩死的 還是說 你感覺不太舒服 會影響你的了解度 所以 如果真的要去學一個事情 就是 你的腦袋要放空 就是 空 你水把它倒下去 它才能裝 你如果說 你裡面已經有水 你水再倒下去 它就倒出來 所以很多人 他很驕傲 他感覺說 這我很討厭 什麼人說什麼 他都覺得不如他 他覺得他最神 你水一直倒 是不是摸出來 你原來就是這些水而已 你也沒辦法去學到 白人又讓你的 可能白人 你這杯水是白色對不對 白人如果有藍色 紅色 黃色 我沒辦法倒進去 都倒出來 但是你如果 這杯水是空的 你什麼顏色倒下去 它最後會變成另外一種顏色 那種變成另外一種顏色的結果 就是你的融合度 就是說 你這二、那二、那二 都把二二做會 你會變成你自己的顏色 所以這個就是 為什麼大家都說 我們要做我們自己 譬如說你們今天來上課 你們是在學我們台灣民政府 按這個法理 但是你學完之後 每一個人的應用都不一樣 因為你的了解度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除極班開完 這是大致的一個概況 為什麼要再開一個高級班 就是說 你這個水 蒸起來是白色的 因為你還沒來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這塊 你現在來之後你就蒸這塊白色的 過來高級班之後 它就開始加料 我要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 所以你如果高級班上了 你就會有變化 你會到現在的 那個感覺不一樣 所以 要教你們怎麼培養 提高這個 政治素養 是要靠你自己 譬如說我們一直給你東西 一直給你東西 你要怎麼製造 就要靠你自己 就像說 教你釣魚 但是不能給你魚吃 所以每一個人來這裡餓 你要很獨立 你不能說 為什麼我的酒店沒來 為什麼什麼人沒來 又沒來照顧 你不要有這種感覺 因為 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 你就要從這裡開始餓 你開始獨立了 因為你沒獨立 你以後 沒辦法帶很多人 因為 四千位 你全台灣四千位的頭 是很少的 你知道會有多少人 很多人 那個政府是很大 像說我們中央 中央 其他州 還有州政府 州政府會有很多人 州的腳還有駿 駿的腳還有市長 我們醫療的市長 相當於鄉鎮 駿更更大 駿他管好多個市長 我們現在的駿 不是現在的縣 不是 我們現在的縣是什麼 譬如說 以高雄市高雄縣 我們會怎麼分呢 譬如說醫人口 每一個都很多人口 現在有分很多區的對不對 什麼區什麼區 我們可能是 區裡面 看要怎麼分 然後再來縣 再來市 這樣子分 這就是說 如果妳如果是那個 相關那個 妳就關注了 所以妳今天妳要知道 學東西 那是一種技巧而已 但是那個啟動力 是在妳本身 妳的內心 妳要把妳自己調整到 那個狀態 妳比較有辦法用這個技巧 方法去處理 不是說我學很多方法 很多技巧 我就會學 因為那個會牽扯到 可能有時候妳情緒不好 還是說怎麼外來的因素影響妳 那也會影響妳的技巧 所以妳就要把妳這個 啟動機 這個把它用得好 這用得好之後 妳什麼方法來 妳比較不會受影響 所以最簡單 我們從我們周遭 妳如果看平安這三天在這裡 很簡單妳可以做得到 就是說 妳因為這次我們那個大門去 報到 報到我們沒有寫很多資料 妳是不是很歡喜寫 因為我有看到有的人 很不耐煩 那個脾氣很大 就說 心情她的意思是說 我身分證給妳就好了 為什麼要填一大堆資料 還是說我身分證給妳妳就要幫我填 有的人就是那種心態 所以這種人 他沒有獨立的心 他也沒有那種慈悲心 還是服務別人的心 他就是覺得說 我來這裡交錢妳就是要幫我填 如果妳有這種心態 妳不可能去服務別人 妳也不可能當一個好官 因為妳是求別人 妳不是去服務別人 所以妳從這裡妳就看得出來 妳從報到開始去 妳敢有辦法妳要填 進來之後 每一個講給妳拍照 做什麼做什麼 妳都是要 很有次序去接受 再來妳去上廁所 妳是不是很好的管理 就是說不要把肚子 用得淡淡 做墊 用得淡淡 衛生紙亂丟 造成廁所一個髒亂 然後又要服務人員 常常去清潔 這也是一種素養 因為妳政治素養不是說 妳要談到政治才算 妳要把妳本身那個習慣 先改好 譬如說 好妳使用廁所 妳很歡喜的說 我用完 我要讓下一位來用的人 也是乾淨的 妳要做到那個程度 妳不要說用得淡淡 我要下一位 就越來越髒 大家都不要去用 所以妳看台灣 外面的環境 現在是肚子有進步一點點 但是妳再去看 所有在外面的廁所 就是沒有那麼乾淨 大家人都不會去 除非妳去五星級飯店 去大飯店 或是說國際機場 或是說比較大的 但是連國際機場也不行 妳如果全世界看 我們國際機場的廁所 不是很乾淨的 閉起來就是這樣 這就是可以看出說 我們國民的素養在哪裡 所以妳如果說 現在我們台灣民政府 要換一個政府起來 妳就是妳這個心也要改 我們過去那裡 很壞的那種環境 我們就是徹底把它改 當然我們台灣 我們本土台灣人 妳那個以前是比較單純 沒有這樣 有可能就是說外來的人種 一直進來 融合 然後去改變 所以就變成這樣 像新加坡 新加坡她那裡生的國家 她也是抵抵得很好 因為當時她的總理李光耀 她知道說 那裡生的國家 沒有什麼條件 妳要強大也不可能 所以她就用現有的資源 要怎麼處理這個國家 妳只要讓人民過得很好就好 所以她新加坡 她的官員薪水非常高 因為她為人民服務 我就給妳很高的薪水 妳就不用貪污 妳就做得好就好 所以將來台灣民政府就是高薪 絕對妳不用去當老闆 這份薪水就相當這樣 所以這就是說 要滿足人民的需求 人民的需求很多種 相當的地方基本的需求 妳的生理的基本需求 就是十一住行 如果妳如果十一住行 妳有法度改冠 妳不會埋怨 接下來第二步就是說 育樂 育就是運動 妳才會談到說 我要去哪裡爬山 我要幹嘛 育樂 妳會想說 我要怎樣去娛樂 這個生理的需求 妳如果都娛樂 妳的人民就相當在一個 中上的水準 妳不要說她學什麼 她的狀態就在中上了 但是妳如果一個狀況 處久了之後 不行 她一定要在往上 再增加什麼東西 所以在往上的時候 她的需求就是這樣 妳要滿足 自我滿足 妳要滿足什麼 就是妳的成就感 就是說 我這一生 我到底是 是過了怎樣 妳一定會尋求一個說 我到底有做一個什麼 有意義的事情 還是說很有成就感 那個事情要出來 妳就會怕到那裡 所以妳如果說一個國家 妳的人民 都怕到說 我需要成就感的時候 那個算很好的狀態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 我們就是要把人民 這樣一直補一補 一直叫 叫到每一個人 都想完成她的成就感 這個國家就太好了 所以我們不用去談武器 一大堆都不用 妳把人民的心態處理得好 這最重要 所以這就是提高政治素養 妳也不用去教什麼 就是這個 接著 妳要怎麼做一個領導人才 其實領導人才有幾個基本要件 第一 就是說 妳的見識要廣 妳的見識要怎麼廣 報紙 書 電視媒體 還是說妳喜歡旅行 全世界去旅行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本書 還是說妳跟人家說話 所謂跟人家說話 就是妳不要找說 它是善知識 這方面比我更厲害 這樣可以讓它請教 妳如果跟很多人不一樣的人說話 妳是不是學很多 譬如說它是機械的 它電子的 它歷史的 它什麼的 妳有辦法去吸收 雖然妳不是專家 但是妳可以聽 聽聽聽聽 最後融成妳的東西 所以妳的見識一定要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妳心胸要寬大 有可能妳這個團體 人的想法跟妳不一樣 她提出的理論跟妳的理論是不一樣的 要怎樣 妳一定要有一個心態 就說 我怎麼拉到一個中間值的平衡點 妳要怎樣去接受跟妳不一樣的人 有可能別人不對啊 也有可能別人對啊 妳要怎樣來處理 這個是EQ問題啦 就是說 第一妳要先能包容 妳的包容要出來啦 不要說 跟妳不一樣 就開始忘記了 就會爭執 一般人就是爭執啦 妳要怎麼樣讓他不會爭執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妳的這個包容妳要出來 第三就是說 妳的果斷力 就是 現在這個事情來了 妳要在很長時間 來決定說 這個事情做不 要做到不做 妳不能偷偷拉拉啦 譬如說一件事情來了 今天這樣想 明天才就這樣說 結果想一九月都還沒做 有的人是很會說的 很會想的 時間拖很久的 三、五月也沒辦法決定啦 這樣子喔 就不如不要了 如果妳這個案子喔 如果妳這樣 沒辦法去決定喔 這案子要放棄啦 所以妳的果斷力要出來啊 過了就是說 妳的責任感 妳決定了喔 萬一錯了怎麼辦 妳要承擔一切的後果啦 所以妳這個果斷力喔 妳要想得好 不要亂下決定 就是妳在下決定的時候 妳都要想說 萬一如果不對的時候 我能不能承擔 那個承擔力妳要想得好 不要頭前 決定了 我後面不知道 所以通常一個領導者 他在決定一個事情 不是剛才想這行可以做嗎 妳想了妳就要馬上想說 我能不能承擔 那是相對的一個時間 妳就要這樣想啦 所以這個責任感 所以這麼多政治人物喔 做不到的錯誤對不對 負責任就是鞠躬下台嘛 不負責任就是 又找一大堆理由 一直堂塞堂塞 還做下去嘛 所以這就都不一樣啦 所以就是說 一個國家 他要做到怎樣 都是人在做啦 所以人很重要嘛 好啊 他這個果斷力量喔 過來就是說 你這個 意志力要很堅強 因為你可能 遭受很多的失敗 這邊的決策嘛 失敗 下一次又失敗 下一次又失敗 失敗好像 像很多 像我們秘書長 他在過這個論述的時候 十幾次 你如果有的人可能過三遍 算了不要了 他就堅持十幾次到最後成功嘛 不知道我們今天這個台灣民政府 所以一個領導者喔 他的這個 堅忍的毅力很重要 我們以前說到那麼多喔 這個堅忍毅力 是敗第一名啦 你一定要有 不斷 承受 遭受那個 挫折失敗喔 那個力量 因為喔 有的人怎樣 失敗了 算了算了 灰心了 但是有的人是怎樣喔 你承受失敗了 但是喔 你會去檢討 你去想說 那為什麼我一邊才這樣 他會去想 如果你如果有這個習慣喔 你就 見趨於成功啦 就是說你頭前要很多失敗啦 因為一個人生下來喔 不可能說你每天的事情都成功 不可能 你一定要失敗在前面 你才不用等到說 喔 七八十歲才會失敗啊 你一定要把失敗在頭前 所以喔 沒有這三天這樣 上課下來喔 為什麼我們要鼓勵你回去講 有可能你回去講的時候喔 這個也要打成啊 那個也要打成啊 可能你說十個都不會成啊 但是你還是不要灰心 怎麼說呢 我有經驗啦 因為我剛才講的時候喔 人也不會相信啊 我講三個月 接受的人不是很多啊 啊 譬如說 我們要辦一個演講喔 兩三百人的演講 說三個月喔 跟你接受的人很少 可能是十個之內 啊 結果 我就想了 哇奇怪 三個月 沒有到十個人 你就想說 為什麼台灣的人 沒辦法去接受這個觀念 你要這樣去想 然後你的答案 才會慢慢慢慢催出來 所以一直到現在我來講喔 其實我講的成功率 幾乎百分之八十以上嘛 就是說 藏安有在分組討論嘛 有的人說就是說 他不敢說嘛 還是會挫折嘛 其實我跟你講 你要不斷去面對這個挫折啦 你九尾啊 你親菜講幾句 他就相信 為什麼呢 問題不在他啦 在我們啦 就是說你現在在講這句話 聽的人喔 他的感受你就是說 你有自信嗎 你說出來這個話有力量嗎 啊 他就是憑你講的那個力量喔 在接受 他在接受喔 你如果自己好像走一走 或是說 或許啦 可能啦 你的字眼都不能說這個啦 你不能說啊 或許這個怎樣 那個可能怎樣 你都不 你一定要講一定怎樣 那個力量才會出來 所以 就不一樣嘛 所以這比作說 是你的問題 不是他的問題 他是要聽你 像說 為什麼我們都要請秘書長 各地去演講 他在講的力道 跟我們講就不一樣對不對 齁 那個力量就是不一樣啦 那你就是要學那個力量 你可能很會不會錯 還是你知道這個得力 這個法理你都知道 但是你的力量要出來啦 你的力量如果不出來齁 你講講的 他跟你吐槽 講這些他也跟你吐槽 你會懷疑你自己喔 你會覺得說 哇這件事到底是對不對 你到後面你會懷疑自己啦 但是齁 你如果 比較大聲跟他講 還是比較有震撼力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讓你壓下去了 他就相信你啦 問題在這裡啦 問題不在於說 這個法理齁 他要接受嗎 其實這個法理已經到了對不對 但是嘛 很多人聽到跟你說 這個不可能啦 他因為說太簡單 太簡單不可能 你困難也不可能 簡單也不可能 到底什麼才可以 一般人的通信齁 他就是因為不想相信 所以找很多理由跟你講啦 你不要聽他講的理由 讓他牽著這樣走 你應該要把他 哭到你裡面講 像齁 中國大陸 中國齁 他想要怎麼樣 設一個圈套 像那時候他要叫我們台商去投資嘛 哭你很優惠的條件 土地不用錢 投資金額很少 還要跟你合作 還要做什麼 把你繞進去 繞進去 繞進去 然後你建廠 設備 什麼通通下去了喔 他再找理由 我現在你的繳稅怎樣 你的稅 就是漏稅啦 他就用一個明目 跟你說你漏稅 有的沒有的 這個查封 那個查封 就是說 我們不要走進去 人的圈圈去講話啦 你一定要把他 揪去 你自己的圈圈講話啦 這樣你才有辦法跟他講話啦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跟人 談判事情的時候 你不要說話 人說什麼 你循著他 他跟你講話 你一直 思路一直走 走到他那裡去講話 你就絕對輸啦 你一定他講話的時候 你要把他拉拉拉 拉到你的圈子來 這樣你講什麼 他比較疼的 他去廟 不然你如果講一句 他可能三五句跟你反駁 你在跟人講事情 一定會遇到這個嘛 所以對方 如果講很多話的時候 你不要講 你給他一直講 因為喔 一個骨拍不響啦 你都不要講 他一直講講 講到買了喔 他沒有力量了 因為你都沒有回應啦 所以喔 你跟人家談論這個事情 要雙向溝通 你也不能說喔 你一直跟他講 他都沒講話 他也沒回應 這個不可以 你一定要喊他講話 然後話題丟給他 然後他可以跟你回應 這個才會成啦 不要喔 他都聽你說話 他都沒有意見 說是是是很好很好 這個不會成啦 他是應付你的啊 他聽一個事情都沒有回應 這就是一個應付啦 所以我覺得喔 你如果是一個領導者 你要懂得 人家在講什麼 你不用強辯啦 你不用說一大堆話啦 你講一大堆話喔 就是暴露越多缺點 好所以 談判是一個領導者必修的課程 所以他這堅忍毅力很重要 再來就是說喔 他這個邏輯觀要改好 因為領導者喔 他有時候還是同時 好十件事情都來 要叫你處理 他媽最處理 你要怎麼處理 你一定要白順位嘛 一二三四 你的邏輯要改好啦 你不能 這個事情熟一下 那個熟一下 那個熟一下 都熟一半喔 那就沒有辦法完成 所以你就要把你的邏輯白好 這樣這樣 一間都處理好了 而且你要忍受喔 有的人太急 事情來的 一直要趕快處理好 這樣是不對的 你要冷靜 然後靜下來 處理這些事情 因為喔 我們不要在乎喔 一邊要處理很多事情啦 但我們要在乎喔 完成一件 兩件 三件 你什麼時候完成沒有關係 但是一定要完成嘛 但是你不要跟十件說 喔 我要三天就完成 這樣是不對的 所以時間要有 然後最後就是說 我們來在講這個EQ問題 所謂EQ問題就是 我們的情緒控制 我覺得很多人喔 能力很好 也很會講話 有的喔 有的喔 在台上喔 大師級的啊 或是 或是那種學者 或是 博士或什麼 反正都很大那種 在講話的喔 他在台上講話是一面喔 但是下去之後喔 那個情緒控制很壞 你會覺得說 欸啊 博士怎麼是這樣 很多人 很多是這樣喔 博士是在他的 那門的專業而已 他不是對每門都專業啊 他就是深入那一門而已 所以你能力好不夠 你一定要情緒控制好 你不知道有辦法 把你好的東西推出去給別人 你如果說沒有三個月就想去 你這個好的東西就變成壞了 就是人連聽也不要跟你聽 所以喔 他一個公司裡面也一樣 一個總經理啦 他比較有很多經理 經理比較有很多富利 富利比較有資金 有一般員工對不對 啊有的人喔 你 有的喔 總經理在處理事情 很有魄力的 你也覺得說喔 對這個主管不錯 啊有的總經理是怎樣呢 都是喔 要叫人做事情 啊不對就是白人 這個總經理喔 他在講話你絕對不會聽啦 因為他就是利用白人而已嘛 啊但是有的總經理就是 很有魄力的說 好你這個事情做不對喔 好我負責 喔 A級主管就是要這樣啦 A級主管就是 不是總經理就是經理嘛 啊B級主管是算什麼 富利跟主任 這算B級主管 啊A級主管就是喔 要創造一個東西 來給人家的 無中生有啦 譬如說這個政策 還沒人頂對不對 這樣就是要去頂 頂下來之後 給B級主管 B級主管是在做什麼 就是說 接收人家所教他的 他在傳承下去啦 所以B級主管 他就是在學 在接收 要怎麼把他傳給別人 啊C級主管喔 就是這樣 你接收後 你要怎麼去執行 所以說 有的這個領導者 他一定要由他腳做起來 由他腳做起來喔 你比較知道每一個階段的過程是怎樣嘛 不然齁 你一開始你就做頭 你不知道他在那裡做什麼 你會覺得說 我這個指令下去 欸 為什麼他才沒有執行 會產生這個問題 你不知道他頭腦在想什麼 如果你如果是由他腳這樣 學起來 你講什麼他沒有執行 你就知道問題在哪裡啦 他講什麼話大概是什麼意思啦 所以這個管理喔 就是說 你一個領導者你要跟他冷靜 你沒有冷靜喔 隨便講些話就吵起來了 所以我等一下主管跟主管之間也會吵架 就是因為理念不一樣嘛 我聽不下你的話 你也聽不下我的話 比較好的主管就是說 你講什麼我不用說 我就知道你什麼意思啦 那就不用說了嘛 我就知道你是怎麼會這樣嘛 他聽不下他是怎麼會這樣 他不會跟他吵 他會齁 直接講出他心中要的啦 解開他的心結嘛 所以我們一個領導者 就是專門在把他頭髮 你要把他頭髮 要把他頭髮的 頭髮的就好了 這是最重要的 你不用去講很多話 你也不用直接講啦 你就是看什麼事情怎麼去比喻啦 所以你們要這個領導者的這個 制式提高 你一定要看多少切 切就是說很多方面啦 因為將來你們有可能說 你如果學三個好 你在財政部 你在財政廳 還是審計廳 還是稅務 你這方面的切 你就要去買 買來看 但是將來 中華民國這個答案 都不需要用啦 所以你不用去找他們的資料啦 你要找的資料是 基本的概念 你要知道說 這個審計是什麼 財務是什麼 你要有這個基本概念的好 因為我們要用的是美國那裡 所以你就知道 你先具備基本條件 這比較重要 所以你像說一個公司一樣 我們台灣民進府 將來也很多部門 民進府裡面是什麼呢 因為地方說啦 我們有州嘛 州下面有州長 我們分兩個單位 州參議院 州參議會 還有這個州的 州務會 這邊 這邊 我們就有州長 副州長 副州長底下還有六個委員會 六個委員會下面還有30個廳長 這就是州務裡面的一個基本啦 我們這個州的州議會這邊 就有州議長 還有三個副的州議長 下就是參議員啦 我們一個州要幾個參議員就是 你有多少鄉鎮 譬如說我們高雄州 所有鄉鎮加起來幾個 一個鄉鎮就是要一個參議員 你看怎麼有幾個 所以我們四千的一定是在上面 你知道嗎 每一個環節都很重要的 你不要認為說我是在地方 我做的是這個 這個什麼 市長而已 其實你的官越小 你的權力越大 怎麼說呢 因為你基礎要做得好嘛 所以你基礎的權力要大 這個鄉鎮就是你處理 所以你的權限就是這麼大 你又去一直去 中央是什麼 中央是半錢而已嘛 中央不是在管理的啦 中央就是說你地方做得好 中央要怎麼半錢 所以我們現在改種這個地方就對了 地方我們現在有六個州嘛 還有一個台灣原住民高砂族自治政府 我們這個高砂族自治政府 這很重要的 因為它是算是說我們台灣 這個土地很早 想早就住在這裡 所以你要知道 一個領導者 他要知道的事情很多 譬如說我們一個國家 我們有國防、外交 還有教育、水利、交通 很多很多 但你不可能都辦嘛 要怎麼辦 你要平常要涉獵啦 譬如說他在說交通喔 我聽一下 雖然你不是那個部門喔 但是你要聽一下 他是隨你的 我也是要聽 因為將來我們參議會要開會的時候 那是在審預算嘛 你審預算你就是 誰不你都要有各個部門的概念啊 你不才知道這個預算沒有怎麼審 所以你的學習 可以從現在開始 雖然你現在還不知道你什麼職位 但是你就是每一個地方 都給他涉獵就對了啦 這就是你的條件 你涉獵越多 你的條件又越多啦 所以你也不用管 你以後是做什麼的啦 你就是先把你的條件具備 這比較重要 所以我給他鼓勵大家 你在這裡三天對不對 你盡量去了解其他人 譬如說我們三十六支這支 看你可以讓大家盡量去職材嗎 然後交換影片 或是說交換電話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在座你們大家 各行各業都有啦 你就要去知道說 他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你都把他知道起來 將來這是你的資源 因為人家說出外靠朋友啦 你職材那麼多人 那麼多人在做什麼資源 你都知道 有一天你想到說 欸我 我今天喔 我想 我是政產的 剛好他是什麼 你們可以向上去討論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全台灣那麼多人 集中來這裡想這個客 是不容易嘛 所以你們這邊有這樣的人 你們就是最好的都是去食材最好 不同州都沒關係啦 你按不同州 譬如說 你是台北州 你也有可能朋友在台南州啊 這個都很難講的 所以我看 認識朋友是很重要 你不要說齁 來三天 一個都沒有食材喔 跟別人都沒有食材 這不太好啦 有的人說 我不會說話 我內向 我不想講什麼 其實你不要這樣想齁 你要怎麼想呢 你不要想說 欸今天我如果出外多一個朋友 是不是很好 那你下去食材一下 你就這樣想就好了 每一個人都他的優點啦 那就是對方的優點就好了 所以一個領導者齁 他 他訓練的時間很長 他就是要你不知不覺當中去訓練啦 不是說齁 我們今天來開一堆喔 領導人才培育 好 開始講講講講講 講很多技巧的 那個只是方法 但是今天要讓你知道 什麼是你的本質 因為領導人才 他要有一個本質嘛 今天我們法例已經有了對不對 就是這個法例嘛 你已經有東西 你要怎麼應用這個東西來做 所以這是本質很重要的 所以你如果要找人才齁 你要怎麼找呢 本質比較重要啦 我們台灣民政府齁 他是沒有用這個學歷 但是希望說你找的人 人品比較好的 中程度比較好的 這樣他一禮之後 他這個本質就對了對不對 他就把他教 教東西給他 他接收 就沒有問題 你如果說齁 我覺得他是人才 他經濟很行 他交通很行 他什麼很行 但是齁 他人品就是不好 你要怎樣 你是要選得到一種 所以一個國家齁 他在獨立的時候 他需要的人才齁 很多種的啦 不是說大家都要報仇啦 大家都很厲害啦 不是這樣 因為各行各業都要啦 因為我們所有的人民齁 很多種的嘛 他不可能都跟你一樣啊 所以我們的官員也需要很多種的啊 有的人職合在你這個 有的人職合在你那個 就都不一樣嘛 所以齁 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啦 你今天齁 來到這裡齁 你要知道說 有可能是你人生的 一個新的開始 你要燃起你心中的一根蠟燭 不管你今天齁 你是家庭主婦 還是說你小學畢業 我為什麼要說那些 有可能你是小學畢業啦 但是齁 你會可以介紹一個博士啦 對不對 那你的價值就有了嘛 齁 所以不用 你像說王詠慶 他企業做很大 但是他小學畢業而已 齁 但是不是說 博士碩士大學就不好喔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喔 我的意思是說 不要小看自己 因為齁 每一個階段 他都有他的價值在啦 博士做博士的事嘛 你小學做小學的事啊 他都有那種作用在的 所以齁 最重要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說 我的二歲大 我已經七八十歲了 我六十幾歲了 我看這個事情不要插 讓年輕人插 你不要這樣想 我怎麼說呢 要買四千名 對不對 你就要想說 沒關係 我二歲大 我快要來湊這個人數 四千的快要到 我們接掌政權更重要 對不對 你接掌政權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才就來了啦 你知道嗎 現在是 香港的重要是四千的 讓他起來啦 不是 不是 你二歲大 所以 二歲大有一個好處 因為你的理解力比較好嘛 你聽了 你知道這好 這接掌對不對 你的兒子可能是 沒辦法接掌 譬如說他二十十歲啦 他要接掌這個比較困難 對嗎 所以你要先接掌 接掌之後 我們可以接掌政權 我們比較高 下一代 我感覺這樣比較對啦 所以 我是鼓勵 二歲大 你們盡量少少的 把這個四千會 湊足 這是比較重要啦 再來 現在美國 他也要要我們的身分證 來證明 你是本土台灣人嘛 因為你如果沒有證明 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今天是在做什麼 我們這個台灣民政府 到底是在做什麼 你沒有把你的身分證明嘛 說我是台灣人 我需要台灣的台灣人 來代理台灣人 這個台灣民政府 你沒有證明這個身分證 因為我們做這個事情 沒有意義啦 因為我們裡面太多人嘛 有中國人 有外勞 有各種國家的人 還有台灣人 還有什麼人都一堆嘛 所以像以前我們不能公投 你那麼多人 你要怎麼 你是在投什麼人 所以你不要忘記喔 新聞證是很重要 現在喔 這樣推廣對不對 所以你 你要用這個信息說 你要怎麼做領導啦 這個推廣這個身分證喔 如果你要可以一直講 講也是一種領導 你你知道嗎 因為你在講中間 你會知道對方的反應 到底他是沒有接收事在哪裡 你會不斷地去 去知道這個東西 你回來 你會尋求答案嘛 譬如說有的人喔 他聽你說之後他覺得很好的啦 這個法例是對的 什麼都對啦 但是他會跟他說 說我不相信 都對 結果答案最後是不相信 你就要知道他為什麼不相信 如果過去民進黨 因為 因為 紅燒到 他對政治失望啦 那這樣熱衷 讓這個民進黨 做到最後也是怕不下去 所以他對政治失望 你知道嗎 所以你跟他說這個 他實現是覺得好啦 但是我不相信 這不是說 他反對這個事情 是因為他政治失望 對 你要怎麼 讓他這個政治失望 再讓他起來 燃起他的力量起來 這是你要說的啦 你不用再去說法理啦 現在你就不用說 你到底是要怎麼 破他這個政治的失望 對 能感啦 你就要往這個去說啦 你不要再一直說法理 所以你要知道 林老澤就是這樣訓練出來 為誰小的事情一直說 一直說 現在說到 你覺得說 他稍微有在改變 他現在不是說不相信 他說 我回來想看看 這就比較軟化對不對 他回去想 現在 你不要放棄喔 你大概是兩三天 就再他打電話 你說你想得怎麼樣 他就開始會說 就會講一些問題給他聽 這怎麼樣 那怎麼樣 你針對他的問題說就好 你不要說一堆喔 因為你說太多話 聽不下去啦 你針對他的問題 說說說說 說完後 他會更進步一個說 好啦 不然這樣 你名字在我們家 你那個申請書 拿來看看 現在你拿他的時候 你就開始跟他說 要申請什麼資料嘛 譬如說個人的副籍啦 你如果是1945年9月2號以前 就在台灣大 跟他的後代 都算這個本土台灣人 你如果符合這個條件 新選比較簡單嘛 你條件跟他講完 他有時候也說 他有時候也會說 拿那麼麻煩 還要去附贈 申請這個付籍等本 你就要跟他講啦 你如果覺得現在太麻煩 你有感覺 你如果申請美國綠卡 會有麻煩 美國綠卡 不只這樣 你給你走很多錢 還花很多錢 不是一千塊而已 但是我們這張新聞證 將來你是去美國日本 是不用簽證 你直接拿我們的身分證 就可以去面 因為我們跟美國算國內 我們跟日本也算國內 所以這張新聞證 就可以進進出出 你要去新選綠卡 你就要跟他講嘛 還沒麻煩 所以很多他們不知道什麼事情 但是人就是這樣 人的通行說 綠卡花多少錢對不對 他好不容易申請到 他就癢癢得意 他會覺得很高興很不容易 人就是都要 我們這很容易的嘛 很快的就要請到了 他就會比較忽略 忽略這個重要性 所以我跟教杖 二、三十歲 他們要去國外遊學的學生說 我說你請請我們的新聞證 新聞證出來之後 因為我們一關內閣 已經有六十幾個人 已經申請這個海外護照 但我們的海外護照下來 你們有新聞證的人 就可以申請了 我就跟他們說 你新聞證請請 現在你可以拿我們的新聞證 直接去國外遊 因為我們後廟有一個晶片嘛 你錄下來之後 你所有的個人資料都出來 美國的相關機構 這個資料都有啊 我們台灣也有啊 只是說我們出關的時候 怎麼會開那個關卡 你過啦 所以我們現在在賞五萬分嘛 他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五萬我就要給你贏了 所以為什麼現在的鼓勵大家 金償五萬啦 因為我們五萬喔 秘書長是說 我們的福利是怎麼啦 你如果五萬會來 更快申請新聞證 第一 你喔 半年六十五歲以後 你的養老金是一千二的美金 這就好過了對不對 因為政府有錢嘛 這就照顧人民嘛 第二的就是說 你的孩子由小到大 托車都不用錢 你看你的教育費就升起來了 不然現在這麼多學生 都學生貸款的 第三的就是說 你的孩子如果母子十八歲 你們家都沒有房子喔 政府可以送他房子 一塊花要送兩個 這就是先決條件 你們家都沒有房子啦 再另外一個條件就是說 這點你要注意喔 聽好 你那個完全執政喔 之後 他還要不申請新聞證的喔 因為告示我們的幣子會換嘛 他就要拿四十萬的新台幣 來換我們一塊的正台幣 四十萬換一塊啦 你看他要申請嗎 你買的話你就要跟他說啦 你如果不要申請就是要他而已 告示你就四十萬換一塊 他如果不要申請說沒關係 你如果說到這裡他又不申請就隨便他了啦 將來我告訴你 我們的正台幣一塊 相當於美金一塊 我們的幣子生子 你看看這樣不好 你改變這個政府不好 所以種種的 你說到那樣 憂惑的這個條件 讓他聽完 他還敢跟你說不相信 那你就不用理他了 你就是把他放的就好了 因為我們不可能讓每一個人都接受啦 你拿大多數就好了 那那裡不接受的齁 時間過後的時候 他就後悔嘛 他就讓他後悔 因為你人齁齁齁齁齁齁 你不可能完全應付到 你也是要給他自己承受啦 他自己決定了嘛 他就去承受 所以我们不要说因为人没接受 我们就感觉这个心情不好 不要这样 你要想说他没有接受是他没有福气 因为我们是告诉他一个最好的事情 他没有接受他没有福气 所以你如果有这个心态起来 你讲很轻松的 你不用管他要接受不接受 你就是一个传福音者 我传你不要接受就算了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时间是够了 师姨也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我 怎样讲 对 对 这个是目前有多少人 你说得都对 有可能这么好 因为台湖的人在台湾政治破坏太久了 国民党 民进党 什么党都来 一个要这样 民进党说什么 你跟着我脚步 我要带你们到哪里哪里 建国怎样 结果都不通 他们要你挺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算这个本土台湾人 那你挺到买的时候都失望 所以你现在更好跟他说 他不敢相信 这种人要怎样 我告诉你 传福音就好 你传给他之后 你就会听到 然后这种人 他会去观察 因为我们现在的进度 警告队你就会说 比如说我们9月1号 电视要出来 你给他看 烟门8点到9点 每天这样出来 我们要 台湾民政府要做什么节目 就是这样 跟我们秘书长开始 各美国这个过程都做出来 让大家知道 让民众知道 这也是美国的意思 所以 这种感觉很好 不敢相信的人 就是 现阶段的讯息给他 他一定会改变 到某一个程度 他会改变 因为我赌到就是这样 施宜我们时间到了吗 好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 谢谢大家